廣播風源於帶您掌握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要帶您關注到的是前海基會的董事長 鄭文燦遭到收押禁見之後 那麼現在在黨內的氣氛 似乎大家都盡量必談這件事情 尤其是在剛剛的民進黨團大會 那麼陸委會的副主委梁文傑也參與了 只不過出來的時候就被問到了 這海基會的董事長 新任的嚴選到底有譜了嗎 那麼黨內氣氛又是如何 那麼鄭文 梁文傑他有一個最新的回憶 一起帶您聽聽看他的最新反應 副主委怎麼看說就是鄭文燦被收押 今天有來討論海基會的人士嗎 他目前說現在海基會人士 現在有一個大概的 如果有決定會跟大家報告 是不是現在黨內提到鄭文燦的氣氛 可能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有比較低氣壓的感覺嗎 大家心情當然不會好 可以聽到呢提到了鄭文燦的案件 他說其實大家的心情都不會有多好 許不過當然現在陰謀論四起 很多人都很關心 起是不是黨內現在提起鄭文燦 是個禁忌的話題呢 包括了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全 今天也來到了民進黨團大會當中 不過被問到鄭文燦的事件 他的反應又是如何呢 一起來看看 好可以看到呢 王毅全是不願意多做回應職的紙旁邊的 民進黨立委說如果有問題就問他們好了 不過今年其實包括了各派系不同的立委們呢 大家能聽到鄭文燦的議題 幾乎都是拒絕的來訪問的 那麼包括了這個被點名是賴系子弟兵的 就民進黨立委郭國文就說了 現在有很多的陰謀論善囂成上 大家真的是宮廷劇看太多了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消息